来自日本的Hello Kitty这个虚构人物 陪伴了许多人度过欢乐的童年 今年是Hello Kitty40岁的生日 为了帮他庆生 位于美国洛杉矶的一个博物馆举办特展 回顾过去40年来Hello Kitty 如何在全球成为日本文化的象征之一 这个特展名为 探索Hello Kitty超级可爱的世界 可以说是Hello Kitty粉丝的天堂 走进这个特展 就是走进一个超可爱的世界 这个不起眼的Hello Kitty零钱包 是1974年在日本第一个上市销售的 Hello Kitty产品 在那之后 应有Hello Kitty的各种产品 琳琅满目 掳获全球消费者的芳心 除了消费者产品之外 这个位于美国全国日裔 美国人博物馆的特展 还展出许多以Hello Kitty为主题的艺术创作 艺术家西蒙·雷格诺 创造了这个爱奇艳后版的Hello Kitty 还有艺术家把Hello Kitty 跟另外一个广受欢迎的日本虚构人物 哥斯拉融合在一起了 在展览中 艺术家斯科特·希德里 让林肯总统戴上了 印有Hello Kitty的帽子 日本三里欧公司 北美营运总裁珍娜特徐 也是Hello Kitty的粉丝 我过去多年来和她产生了感情 她是每个人的朋友 对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伴侣 你生活的每个部分都可以看到她 如果你参观整个展览 你会发现 你可以从早到晚 一整天都使用Hello Kitty的物品 它代表了友谊 爱和体贴的心 展览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回顾Hello Kitty的过去 包括印有Hello Kitty图像的各种物品 克雷斯丁亚诺是特展的负责人之一 他说Hello Kitty代表日本文化 在全球的一个转折点 我认为日本流行文化 在美国受到欢迎 和Hello Kitty很有关系 它们是来自日本的 可爱文化的代表 这种文化在美国日益受到欢迎 展览的另外一个部分 反映今天的Hello Kitty 来自全球的艺术家 以Hello Kitty为主题 进行绘画 雕塑和多媒体创作 Hello Kitty特展另外一名负责人 杰米·利瓦迪·内拉 是一位热情的Hello Kitty迷 她是一个很好的白色画布 她没有嘴巴 也没有一个特别的个性 她没有一个故事 她就是专门用来放在商品上的 所以我觉得艺术家可以通过她来发声 反映她们对她的感情 Hello Kitty特展从2014年10月开始 展出到2015年4月结束 Hello Kitty于1974年 由日本三立欧公司的一名女性设计师设计 从推出以来就广受欢迎 该公司在70年代把Hello Kitty带入美国市场 不过一直到90年代末期 Hello Kitty才在美国走红 今天40岁的Hello Kitty的相关产品 在全球的销售额已经达到70亿美元 这样子的中心 我们下转了 我们下转了 看看